在初中阶段 关于碳酸钠和碳酸氢钠的性质 相信你已经了解了一些了 但这两种物质不仅名字差不多 而且长得也挺像 仿佛就是一对双胞胎 因此在生活中 很多人都分不清它俩 比如蒸馒头时该用谁 治疗胃酸时又该找谁呢 下面咱就一起来找找它俩的一同点 首先来看它俩的俗名 碳酸钠又称纯碱苏达 碳酸氢钠俗称小苏达 通常咱喝的苏达水 指的就是含碳酸氢钠的水 另外根据物质的分类原则 你会发现它俩虽然都是钠盐 但一个是正盐碳酸钠 另一个是酸氏盐碳酸氢钠 问题来了 是不是所有的盐都有酸氏盐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根据观察发现 只有二元或二元以上的酸 才有酸氏盐 那啥是二元酸呢 所谓二元酸 就是像碳酸一样 每个分子能电力出两个氢粒子的酸 比如硫酸就是二元酸 而每个磷酸分子能电力出三个氢粒子 那它就是三元酸 回归正题 下面咱通过实验来看看 它俩还要啥不同 首先取等量的碳酸钠和碳酸氢钠 你会发现碳酸钠是白色粉末 而碳酸氢钠是白色晶体 知道了它俩的颜色状态 咱再把它们倒入氏管中 分别滴加几滴水 会发现碳酸钠在溶解过程中 炮热现象比较明显 进一步的 如果加入等量的水溶解 你会发现 它俩虽然都易溶于水 但碳酸钠的溶解度要大于碳酸氢钠 溶解的情况清楚了 接下来再看看它俩的酸碱性 继续向这俩溶液中分别加入分钛 碳酸钠溶液立马变红 看来它的水溶液呈碱性 难怪俗称纯碱了 但碳酸氢钠并没有使分钛变红 除非你用更精确的测量方法 才能发现它的水溶液也略显碱性 要远远弱于碳酸钠的碱性 既然它俩都偏碱性 那一定都能与盐酸反应吧 咱就像相同浓度的碳酸钠 和碳酸氢钠溶液中 加入等浓度的盐酸 你会发现 两边都产生大二量的气泡 但碳酸氢钠的反应更剧烈 这是为啥呢 按理论来说 碳酸钠的反应是分为两部的 首先它和盐酸反应生成碳酸氢钠 生成的碳酸氢钠 再和盐酸反应生成二氧化碳 也就是说 在生成二氧化碳的过程中 碳酸钠要比碳酸氢钠多一步 所以反应速率会慢一些 那问题又来了 实际实验中 为啥在碳酸钠溶液里加入盐酸后 咱立马就能看到气泡放出呢 这是因为 滴入盐酸后 局部的溶液和盐酸接触 直接发生两部反应 生成了二氧化碳 进一步思考问题 如果盐酸是少量的 而加入的碳酸钠和碳酸氢钠是过量的 你预测一下会发生啥呢 显然碳酸氢钠和盐酸混合 一定有二氧化碳的放出 但碳酸钠可能就没有二氧化碳产生了 看来 碳酸氢钠不管盐酸过不过量 都能产生二氧化碳 而碳酸钠要在盐酸过量时 才产生二氧化碳 这个方法可以用来区分碳酸钠和碳酸氢钠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用加热的方法区分 观察现象 发现左烧杯中的石灰水变浑浊了 而右边的仍然澄清 看来碳酸钠很稳定 而碳酸氢钠不稳定 受热一分紧 放出二氧化碳 写出化学方程式就是这样的 这个方法也可以用来除去 碳酸钠中的碳酸氢钠杂质 又到总结时间 看颜色状态 碳酸钠是白色粉末 而碳酸氢钠是白色晶体 看溶解情况 碳酸钠的溶解度要大于碳酸氢钠 看酸碱性 碳酸钠水溶液呈碱性 而碳酸氢钠呈弱碱性 按和盐酸反应 碳酸氢钠要更剧烈一些 而热稳定性呢 碳酸氢钠受热一分解 不稳定 怎么样 现在能分清他俩了吧 那做点练习吧